台北市下起大雨陆续传出灾情 在台北车站附近把握公司门口架设的舞台 突然被大雨吹倒 造成现场一名35岁的男子头部有撕裂伤 70岁的男子受伤送医 索性两人的意识都很清楚 但是根据了解 这个舞台是上个月为了借舞比赛搭设的 当时有参赛者脚底烫伤送医 过了一个月舞台还没有拆除 后续相关单位也会进入调查